好 剛剛講到生息尾聲 可能影響的相關商品往哪裡移動 但是呢 在七月份的一個報酬率來講 就可以看得出來 在亞洲市場當中 其實都已經開始反映 準備要降息的這種氣氛感覺了 對 其實呢 在上半年的時候 大家看亞谷的話 看哪裡 看日本 對不對 看台灣 因為台灣有AI嘛 是 其實呢 在進入下半年之後 如果我們光看七月份的話 你會發現到投資的風向球 已經慢慢開始轉變了 風向在變了 已經不是在北亞這些市場 我們先來看一下 而且是往南走 越往南走越好 表現最好的是誰 單月 越南指數 漲了將近10% 超過9% 以前很弱的 大家都看都不看了 香港也漲了6% 馬來西亞漲了6% 新加坡漲了5% 印尼也漲超過4% 最近這個總理難產的泰國 也漲了3.5% 結果反而呢 上半年最強的 日本呢 台灣 全部是反而是跌的 唯一是跌的 台灣呢 也很弱 才一點多 那當然跟最近的回檔 是有很大的關係 那韓國的部分也是 這個相對來講 是比較弱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呢 都是在上半年的時候 這市場都是漲了比較多的 那反而呢 東南亞市場呢 還有中港 這兩個市場反而是在上半年 漲了比較少的 所以呢 我們會講說 為什麼投資風向有轉變 要提醒大家留意 就是這個原因 那不只是這個市場 其實也帶出所謂基金 跟ETF的表現也是這樣 我們看一下下一張 就是說 在國內你買得到這些 跟亞洲相關的基金 或ETF裡面呢 也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你看 這個越南股票型基金 有超過10% 7月份耶 一個月而已 其實也不輸AI股 對不對 這是這個股票型基金 那你看馬來西亞股票型基金 也漲了將近10% 新加坡股票型基金 也有超過9% 那香港股票型基金的話 也有將近有9% 後面來講 我們看到這些基金的表現 其實呢 不管是哪一個 你區域型的也好 或者是單一國家裡面呢 其實還是以東南亞 或中港為主是比較好的 所以我們後面告訴大家一個結論 第一個 北亞的部分表現還是不錯 台韓還是有分停抗禮的一個狀況 但日股是比較暗淡 所以日股不行了 上半年很多人去買日元 說投入日股 賺翻了 現在下半年不行了 也不是講說不行 要有一些些修正 因為真的是漲了很多 那第二個來講 就是說 現在市場的投資風向呢 轉變到說 你投資氣氛 比較好 或有轉機的地方 在哪裡 對中國 因為中國最近在推 所謂的大型財政跟貨幣政策 來刺激這個國內的一個消費 所以你會發現到 最近所謂的這種 包括什麼20條的這些相關措施 非常的多 陸港股基金 真的是瓦跳跳 昨天全亞洲股市都大跌 今天呢 也都一樣 但陸港股就先漲了 對 今天就先漲 我們後面還會再比較詳細 告訴大家說 有哪一些貨幣的或者是大型的財政策刺激的一個措施 那另外一個來講就是大家已經一段時間沒有看的這些東西的國家 今年下半年感覺上有變成當紅炸子雞的一個味道 提醒大家注意幾個 就像越南 越南 馬來西亞 大馬 或者新加坡的部分 表現是比較搶眼一點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其實國際貨幣基金IMF其實他都有提到 多次都有提到 他認為亞太地區今年的平均GDP是到將近有4.6% 還是全世界的整個經濟最活躍的一個區域 而且他主要的推動力是來自於哪裡 是在中國跟印度 所以這些呢 而且呢其實過去來講 我們講說新興市場 亞洲新興市場 重點呢 其實都是在這些東南亞市場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也讓整個亞洲市場 在所謂的七月份的部分 我認為就是說 東南亞市場有機會在下半年 引發另一波比較強的一個攻勢 好 謝謝資源高 大家怎麼看待 現在呢 在投資的方向部分 跟上半年是不是有點不一樣了 七月份就有感覺風向在變 七月份就有感覺風向在變 上半年原本最強的日本 台灣 反而是七月份的表現就開始 弱一些 轉向到了這些上半年 比較弱勢的 但是現在下半年一個月 就強勁反攻的東南亞 東協市場的相關個股去 所以這個基金市場 很明顯的在反映 在這樣的一個資金變化上 那當然講到說 台股這幾天面對了 禮拜一才創新高 結果禮拜三呢 跌到了近期的新低 上下震盪幅度好大 大概有回測了有六百點 本來這個禮拜創今年高的 但是現在短短幾天回到了近期跌破萬七 一萬六千九都失守 但是呢 我們看看這個禮拜許多的爸爸 本來要好好開心過八八節的 現在哭哭了 不敢亂吃大餐了 因為這一天可能很多個股套住了 怎麼辦 甚至有些買在這個個股的部分 去打到跌停板 但我們看看這幾天 雖然台股震盪有點拉回 但觀股積極的即刻救援 觀股在這裡 站在買方 大跌還大買 前一天呢 大買了六十三億的台股 是近期買最多的一天 外資 但是外資在這裡大賣 賣兩百多億 總計三大法蘭加一加 賣掉了三百多億在昨天 但觀股卻在買 不過我們卻也發現到了 在外資跟觀股的進出當中 我們看看觀股買什麼 觀股昨天買超的前十名 昨天觀股大買台股 六十幾億 買第一名是中信金 再來呢 買了有國泰永續高股息 這是股價跌升 拉回修正兩天的 但是觀股在接手 還有富邦特選高股息三十 買了六千多張 高股息 觀股就在拉回當中馬上買 還包括連美債二十年 這一檔商品也買 再來呢 看到是包括台氣營開發金 星光金 那電子股就是群創 還有包括富華 台灣科技優習了 但有人說呢 這檔個股跟AI股 是有點相關的 在台股跌AI股的時候 觀股有進場 做一點回補嗎 再來看看外資 外資昨天逆市 買超買什麼 第一名是農林 第二名是大雅 第三名是台波 都是傳產股 做資金避險 但是呢卻看到有華泰 技嘉 有陳寶 家世達 金元電 還有偉創 AI股的部分 不是昨天跌得鼻青臉腫嗎 怎麼外資在這裡 趁機來撿便宜 寫中送炭 真的是這樣嗎 好 請教建成告訴大家 觀股跟外資 在昨天 雖然大對坐 但是呢 有在一起買進 有在掏金 撿便宜 是買AI股嗎 怎麼看 好的我想昨天外資 在大盤往下跌的過程當中 基本上算賣很多 他買的股票呢 很多都AI股 現在還沒提到過 你看華泰 技嘉 人寶 金元電 家世達偽創 尤其是偽創 外資還買 而且關股裡面買的 有些是高股息的 有些金融股 這些高股息裡面 有些成分 也還有偽創的成分存在 還有一些所謂的AI的概念股 也在裡面 所以基本上來看的話 其實這個賞戶主力 可能在撿這些AI股 因為恐慌嘛 我要先撿馬 這很正常 因為你覺得那些主力 全部都用現股嘛 當然用融資嘛 這個不對了 我當然先砍 一定要先砍 結果被關股 被外資撿走 對 所以籌碼 但是不可能馬上就沉澱 因為過去呢 大家喜歡在針對AI股 衝來衝去 每天都獲一二十萬張的量 很多股票都這樣 所以他的籌碼是亂的 現在呢 關股開始接了 外資開始接了 可能要一段時間 如果說趨勢可以慢慢的增加 再加上融資有效的呈現沉澱的話 那AI股下一步的行情 就會開始暈亮了 好特別留意 所以關股跟外資在這裡偷偷減 彎腰低接減便宜 但是在主力還有散戶在賣的情況之下 他們為什麼這麼做 讓大家在想 是不是AI不死 只是修正 台股不死也只是修正 真的不要讓全國爸爸不開心 但是沒關係 我們請全國爸爸來救台股 今天請顧總來現場 告訴大家 到底台股這次是麻煩大了 碰到惠玉姓名這件事情 殺的昨天台股措所不及 還是說這殺下來 又是個機會來了 你剛剛一開始有預告 你覺得機會比較大 因為麻煩過後就是機會 所以在修正過後相對低檔 他就最好的買點 為什麼這麼說 大家來看這張圖卡 其實我這張圖卡 曾經拿過兩次求債券給大家玩 我說17475 他本身是一個多方走勢 在反彈的滿足點 我在這段一直呼籲所有投資朋友 你一定要減碼降檔 可是當時如果你不相信人 你現在回過頭來看 這邊壓力重不重 當你一顆求從高點 彈下來的時候 他彈到這本來就會結束 但是我要強調一個重點 就是說這個地方 各位一定要了解 自然界的理論 就是說現在的台北股市 你給他1141點 他只要在這回檔的過程 都還是多方走勢 沒有任何改變 如果我們從國際的標準來看 通常講回檔20%才走空投 那17475 開玩笑要20要3000多點 我為什麼說1141點 都是一個明確的多方走勢 因為在黃金分割率裡面 只要每一個階段突破之後 他都是一個多方不變的態勢走勢 那如果從17475點回到黃金分割率 0.618 16331點 在這範圍之內 你只要任何的修正 他都是多方格局 這裡面有未來台北股市落底 有四個數據 第一個數據叫16666 16666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季線的位置 也就是說我們講說季線是生命線 但是我認為這一波要這邊落底 機會好像沒那麼大 不會到季線那麼踩 就是說會超過季線 因為現在的收盤距離季線只有一百多點 我覺得這個地方 假使是真的一個落底區 上去沒有什麼力道 跌得越深怎麼樣 彈得才越高 所以你從現在的高點來看 因為昨天收是16893 那如果說這個地方16893 回到16666 其實那個修正空間是不夠的 這是第一個修正的點 那第二個就是前一波的16593 有沒有印象 這是前一波7月7號的低點 在自然界理論到這個地方 一定是市場決定說 他前一波是這邊低點反彈 他就有機會這邊落底 那這市場告訴你的低點 那另外一個是關股 關股就跟柱狀體已經出來了 那他不會利手16593 他會守在哪裡 16怎麼樣 他會守在16什麼 他都守整數關卡 所以16593跟16500 事實上他是一組的 因為這邊只有不到100點 我認為這個地方落底的機率很大 但是就算你再爛再爛再爛 就是在16331 這一段是所謂的最低點 那就是說我個人認為 不管是在這個地方落底 或在這個地方落底 就是這一波的結束 所以各位如果你手中有很多那種 出現跌停的股票 我覺得這一波的低點 就是要靠指數回到這個地方 這一組到這邊最爛 那個範圍就是這些落底的股票 那種最爛有出現跌停 最熱的股票 大家可以注意 要記住喔 今天你在講的就是16500到16600之間 對 是一個很重要的支撐 對 那最壞 我講最壞最悲觀 就是16331 16331 是這個地方區間整理的最低檔 所以其實也沒那麼悲觀 現在16331到所謂的昨天收盤 也不過500多點而已 所以很接近 也差不多機會要來了 你的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當問題麻煩出現之後 接下來就是機會 麻煩過後一定就是機會 好那當然就用黃金分割率來看 這樣的一個說法 我們就先把這個點說出來 因為這個點跟你待會要教大家 怎麼就你手中的個股 有很大的相關 都以這個點為基準 第二章來看 關股這一天的買超 沒有用啊 台股從這禮拜 禮拜一高 突然到禮拜三低 這怎麼搞 凱明如果你是政府相關的護盤單位 就算國安基金 八大關股 黃庫四大基金 你會一次戶一個點嗎 你一定是分配戶 你不可能 就像他賣的時候逢高招 他天天賣嘛 那逢低他一定天天接 事實上我們前一個階段 看到台北股市 關股是不是一直在利手一萬七 當有一天 在七月二十五號左右 有一天 他前面一直守得很穩 後來有一天突然暴漲 一百六十五點的時候 我那天居然看到關股市在賣 賣 那天我就跟大家講 從現在開始 你會看到這個區間 關股高點就賣 低點怎麼樣 他一定就買 他就維持在這 那將來往上往下 就看市場的力量 可是呢 只要接下來 當時在這個階段 只要任何突破一個點 任何跌破一個點 他就會變化 如果今天台北股市債券震 他先跌破這個點 他就走向這個格局 他先突破這個點 他就走向這個格局 好 導播清掉 結果我們看到這個地方的整理 他是先突破這個 先突破這個 有過這個 突破這個點的時候 大家很興奮 我跟大家講說 你不要興奮 為什麼 因為他突破這個點 很快就是這個格局 而且這個格局會擴大的震盪 是 這個點就是我一直強調的 反彈的滿足點 它會擴大 那接著擴大呢 他就會開始向 不管向上 向下 他就是另外一個格局的走勢 所以這是我們當時跟各位講的 非常清楚的格局 就是這樣 每一次我跟大家抓著轉折點 我都是提前跟各位講 為什麼我講八月二號 是一個空方轉折 你看看昨天跌的慘不慘 慘啊 那慘了之後 大家一定悲觀啊 可是你接下來八月八號 八月九號 又是一個多方轉折 下禮拜二 禮拜三 你就不用 為什麼會放這兩天 本來八月八號不是很好嗎 因為我們這樣講 如果沒有今天颱風假 因為對稱理論 或是廢波南西係數 或是黃金分割率 他講究的 對稱理論 他講究是同等的天數 交易的實際天數 那這樣 今天剛好放假了 在夜一天 我也不知道是八月八號 還八月九號哪一天算 所以我就把它一次寫出來 好 這邊的時候 就變成是一個多方轉折 的機會比較高 所以到這個地方 如果指數正好在什麼 一萬六千五啦 一萬六千五百九十點 這中間 那更好 或是一萬六千三百三十一點 這邊這個地方開始做反彈的時候 那就是一個翻多點 這個地方 台北股市八月是不是先蹲後跳 有沒有蹲 接下來要不要跳 中旬開始就準備跳了 好我們再看下一張字卡 這張字卡就關鍵了 當時台北股市在第一個階段 好第一個階段 在前一個階段 他就是所謂的17500到1700到17500 就是17475 對那個地方就是這個區間 那其實在這區間原本 他沒有預設任何立場 他可以一直跑 原本可以一直跑 如果這個格局沒有任何的突破 沒有任何跌破 你不要預設立場 你就在這區間一直來回做 低檔買高檔賣 你就嚴守分析一直做 可是這個地方會調整的時候 一定是有發生重大利多 或是重大利空 可是這兩天是這個 對 那因此他就回到這個格局的指數了 那這個格局指數 就我們就回到 我們就是跟大家講黃金分割率 就是說這個地方165930 前波低點是市場賦予的低點 那政府立手的低點 是所謂的16500 是那黃金分割率自然最壞的 可以到16331 所以接下來靠近這 其實都是機會的 你記不記得 有一次我跟你連線的時候 或是你在前線的時候 你有沒有記得 有一次高點出現的 前一天 曾經在這邊關股 有出現一個柱狀 你賣超是136億 有沒有記得 我跟你講說 這個出來了 根據我二三十年統計學資料 後面要拉回來 就後來拉回了多少點 753點 如果你今天看到這一根 關股已經開始表彈63億 近期買最多的一天 假使這個還不夠 這還不夠 因為現在的波動還不足以撐得住 如果有一天 你看到同樣的這邊出現一根 100的話 是136億的附近 我跟你講 隔一天或兩天之內 一定就反轉向上 所以第一個 這個地方一定會告訴你答案 那第二個答案在哪裡呢 來下一張字卡 這就是我上禮拜跟大家講的字卡 上禮拜祝華在這我跟他講說 我說你看喔 如果前波高點是17401 假使我們現在看到過高了 可是台積電卻破低了 這一天台北股市過高是17463 這一天過高的時候 台積電低點是出現在560 是又破了563 所以就不對了 你覺得我跟你講說 我說那是一定騙人的 我說我說 你說有沒有一種可能 台北股市在這邊區間震盪 台積電是往下走 不行 台股市往上走 你覺得可能嗎 不太可能 所以我那天已經提醒過大家 因為8月2號是空方轉折 即使這邊是往上走 台積電往下走 它是騙人的 我一直跟大家講 好那接下來第二個答案 關股大型的柱創體 買超什麼時候出現 是 以及如果未來要翻多 你覺得台積電會在這 一直往下走嗎 不行 它一定要重回563 是 所以我認為短線上台積電不一定 不一定能夠重回 馬上回到563 因為大盤還在向下修正 但是如果將來大盤 整個要落底翻多的時候 台積電 一定要提前 偷偷跑回563之上 這個時候就是所有符號 就完全的搭配成功 好 謝謝顧總高 大家那這樣講投資朋友 清楚有個底了 那救救我吧 這個禮拜有好多個股 不管是之前爆緊緊的強勢股 才買上來 但是居然出現重挫被打跌停 或者是說這兩天跌停 之前沒買的 想說抄底撿個便宜 結果想不到呢 跌停之後隔一天又跌停 買到跌停股 到底我現在該怎麼辦 尤其是這個禮拜 才看到第一次跌停的個股 待會請教顧總一檔一檔 教大家怎麼來看 被打到跌停的個股 如果你手上有 我現在該怎麼辦